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第一个共同加薪分五个方面 下满难得人生宿命无常 轮回之国患因果不虚 人和解脱之功德和一之三知识 总共六个方面 其中我们现在讲的是宿命无常里面 宿命无常也是分七个方面来宣说 其中我们现在讲的是 思维各种语义而关系无常 因为有各种的比喻 有各种的意义 有很多的意义和比喻来解释宿命无常 一般不管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当中 真正对加薪法门非常有说服力 也有一些窍诀引导的教言 唯一的华智仁波切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因此我们不断从刺激上通达 意义上也应该能给予心 今天就是讲我们四种变当中对其必道 讲这个道理 那么一切切成的建筑最终也是会到达的 比如说其实发达的一些城市 寺院 寺院当中也有一些显得知识 管理和主持的 比如说一些发达的城市 他也是有一些官吏的长官 一些寺院 他也有一些主持 但如今只留存一些遗址 并且成为了无缺草 以前在我们印度 纳南陀斯 很多藏地 汉地的高僧大德们 求学的道场 但是如今变成了一种遗址 看到也是有时候 心里有不同的感觉 因为当时藏地的很多罗扎瓦 也是大年以求学 获得了很多的智慧 然后回到藏地和汉地 继续弘扬佛法 但是如今这个遗址变成了 也可以说了无人言这样的一个空地 如今只存下一种遗址而已 现在都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有些现在已经成了老鼠或者鸟窝组成 也这样了 以前美来日班求学回来的时候 她母亲的骨头里面 已经生绿草了 然后原来他们家里的金属 有些都是被老鼠吃了 有些都是以鸟雀当她的绿草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从这些道理来 也可以思维自己人生当中的一切无常的现象 应该于心里面观想 下面 比如说天子赤宗地震释劫 由幻化工人修建的赤宗地震 当时引寝很多印度的一些工匠 三叶寺 他上下称印度 藏地和汉地 有三个地方不同的建筑风格 来建训三叶寺 当时印度的繁华寺 印寝 然后无尽二大佛 也就是说 莲花生大师 作开广的三叶三层 宝殿 宫殿 也是遭受火灾 毁于一旦 最后全部毁于 但是他下面下一层的建筑没有毁灭 现在三叶寺的有些人也这样介绍的 说是上面第二层以上 当时发生火灾 然后全部已经毁了 在文革期间 也遭受了一系列的破坏 现在下面还是保存 上面全部都毁坏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无常的表现吧 以前莲花生大师和国王之中的菩提萨 他们一起聚合 就像莲花生大师传记里面讲的一样 当时开广的时候 天上也是天人 也是晒吉祥的华语 然后整个激情世界 变成非常快乐的一种景象 以前方王如意宝 到拉萨商业寺的时候 当时会议前世 方王如意宝会议前世 然后说是以前莲花生大师和 当时二十五大弟子在场的时候 整个开广的境界是如何如何 现在因为无常的表现 现在变成怎么样 这个我们方王如意宝的传记当中 也是写过一点点 也有一些他的金刚歌大概的内容说了 所以你们也是可以方便的时候 看法王传记 当时法王去上一世的时候 当时唱着金刚歌 当时完全会议前世 有一次法王如意宝在道夫给我们讲 中英六道窍诀的时候 有一次法王如意宝一遍当时莲花生大师的一个教言 当时莲花生大师的教言念诵的时候 当时也这样讲 原来在三月第二层宫殿当中的时候 对部分的信字 莲花生大师是当时这样传的 然后法王一遍唱莲花生大师的教言 一遍流着眼泪 我们也讲了很多当时的情节 当时三一世如何开广的 当时是如何迎亲的 因为迎亲菩提萨土和莲花生大师 主要是当时藏地派法王的前世金刚下墨多几分钟 他派的 所以当时的这种情节也应该是非常清修的 但是最后也全部就没有了 然后法王宗藏干部的事迹在尊孙供办的红山宫殿 如今连祭世也是不能存在的 这个是当时华智仁波切在世的时候 也可能就是因为当时那个红山宫 就现在波达拉宫存在的那个山 那个山当中跟第十天的宫殿没有什么差别的一个宫殿 但我有时候像现在的一些建筑宫殿来比较起来的话 当时藏地本来经济比较落后 阿底下尊者来的时候 你们藏地就是饿鬼世界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饿鬼世界当中有没有一个天人的尊神宫那样的建筑呢 也不好说 只不过是表示而已吧 我们有些坎伯修了自己的房子装修以后 认为我的这个房子肯定是三星级的宾馆 然后不用三星级 然后一般的宾馆里面去了以后 原来不是这个宾馆里面的设施都是根本不相同的 所以有时候人认为是自己的特别特别好 当时我想是有没有尊神宫那样的建筑 不过是当时藏人认为我们的建筑是如何如何最好 但有时候看来也非常奇妙 现在波达拉宫真的这么高的山 而且经过那么多年 然后当时古代的这种建筑现在也是非常庄严 那样也是当时古人建造出这样的一种建筑 也是有时候看来非常奇妙的 现在好多新的建筑根本没办法比 你如果到波达拉宫前面 那整个山全部是一个非常坚硬的建筑 而且如果你到里面去一一观察的话 好像现在科学非常发达 有各种工程设备好像建造不出这样的一个宫殿一样 有时候看来也非常奇妙 因为现在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 但是崇山干部当时在世的时候 现在是唐朝的时候 然后从汉地的唐宋 元明 清 然后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 但是还是建筑非常结实 现在好像水里的这些工程 过了五六年以后全部都变色了 全部都重新要复修 如果没有重新复修的话 这个建筑根本不行的 但有时候看来非常奇妙 过了这么多年也是布达拉宫的 原来我去的时候问当地 我说是不是原来的这个一直没有动过 他们说是一直没有动过 但有时候看来非常 这个水里工程过了几十年 几百年以后就不行了 有时候赞叹也是觉得是值得的 说尊僧供那样的供典也是如今没有的 有时候不知道藏地饿鬼世界有没有这样的 有一个道友说 我在藏地好饿哦 好饿哦 连悲菜都吃不到 我们对现在的如同重新般的城市 住宅 还是寺院等如此障碍担着有什么用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 像真实这些大的建筑和这些无常的表现出现的话 我看我们所做的这些宫殿 寺院或者自己的住房 认为我的现在房子转修得多么多么好啊 然后请什么什么供人 如果供人找不到的话 一直哭哭哭 请康伯 你可不可以给我找一个供人啊 我现在实在是找不到 地的已经动完了 要求求你啊 最后实在没办法 康伯们也是啊 那怎么办呢 不帮助的话 会不会舍弃菩提心 然后到处去找供人 但是所求出来的这些跟冲鲜 就没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担注的 真的所有的这些对积 最后是倒塌的 就像有时候 我想全世界的人们 只不过是修无常不好 修无常如果修得很好的话 去年恐怖分子炸司马大厦 对世界人们来讲是应该修无常的最好的一个标志 原来人们都是如是向往 原来上师如意宝去的时候 我们上过一次 上过一次的时候 就自己都非常得意 我们上过 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已经去过110层路上 如何如何的 然后好多人的话 那个房子是真的 但是一瞬间 两架飞机窗头以后马上倒塌 所以真是所有的这些对积 最后倒塌 这个比喻的话 应该是非常容易现实的 现在实际上的人们都不敢修高楼 要求最高也是25层 很多大城市里面是害怕 有时候恐怖分子也是真的非常可怕 前一段时间俄罗斯也是在一个学校里面 开学的时候 他们进一些恐怖分子 然后他们有一些要求 必须让普京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把所有学校里面的家长 老师 师生全部杀掉 最后他们都一起解决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当时国家也是没办法 全世界的人们也没办法 可能前一段时间 我们山沟里面什么消息都不知道 但是整个外面的世界闹得轰轰烈烈的 后来有一个十岁的小女孩 她愚智者也不吃不喝 他们也不给他们吃的 他那个十岁的女孩说 我们的总统为什么还不来 说了这么一句话 恐怖分子马上杀掉她 结果杀了三百多人 把学校所有的这些人全部杀掉 最后他们自己也跑了 没办法 但有时候看了 现在全世界的人站起来 开始做反恐斗争 越与他们进攻的时候 他们的恶心越发展 嗔恨的烈火 自然的越厉害 有时候不知道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无上扬的状态 尤其是现在大城市里面有些大的建筑 很多人都特别害怕 现在国际上看到美国 他们都害怕 不要修高楼 应该是修一层楼的房子 尤其是修草皮房子 一定要修嘎登牌的高僧大德们的传记 驻山洞 驻自然山洞的话 恐怖分子也是没办法 所以像嘎登牌的前辈的高僧大德传记当中说的那样 应该背景理想 自己远离自己的故乡 因为自己故乡是贪嗔痴的来源 应该背景理想 然后吩咐一臂 自己千万一个别人的地方 对自己亲朋好友就毫无关系 毫无挂隔的这样一个地方 在那里也是居住山洞里面 不能在那里开始建造无量宫殿 整天都是为自己的房子装修 这样没有必要的 与耶稣相为友 然后完全设计意识和一些命运 整天都是为自己的饮食 还有名声希求的话 你虽然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到别的一些寺院里面 但是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应该到别的地方去的话 还是得一点真实的意义 而后也是沉地聊到 应该嘎登派的四法 我们那天《开启修行》里面也是已经讲了 心应该依赖于法 然后这个法应该依赖于贫穷 贫穷依赖于死 死在善口当中 但很多人的话 首先心一法 很多人是愿意 然后法依靠贫穷 一段时间当中法依靠贫穷 但是在贫穷当中死不了 富裕当中死 死的地方也不是在山谷里面 在城市里面 这是很多嘎登派的修行相违背 真正的一个好的修行人 真的自始至终将自己当一个比较贫穷的修行人 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现在有时候我自己都是这样认为 有时候我以前懂一点汉文 遇到一些汉族人很高兴 因为比如说放生 对结缘一些众生 这方面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有时候自己觉得 我不懂汉字 自己是一个 让我们懂一点藏文的一个老修行人 多好 在一个山谷里面 如果自己的一生中了 可能不会有什么财产 也不会有什么人的交流 来往的这种束缚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也许是自己外年的时候 变成一个好的修行人 自己都确实有这样的 不仅是我 我看我们学院当中的有些堪布和佛 也是可能是这样的 以前是特别好的修行人 现在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富裕的时候 可能到死的时候也是在城市的别墅里面圆寂 那这样跟嘎顿派的有些修行是不是相为别 自己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在座的人当中也是现在有些人实在没办法 条件比较窮 有些人真的通过自己的各种方法来 还是远离这些财物 那天我们堪布们集中的时候 有一个叫嘉行班的堪布 当时他的本性也不是很好 身体确实是不好 然后我们那个堪布说 为什么你不起堪病 后来说是没有钱啊 没有钱 然后一些堪布也是 后来他说他也生起了信心 我也生起了信心 因为我们这里学院的一个堪布来讲 真正没有钱是也不可能的 去年前年他出去的时候也是 别人供难了好几万块钱 但是全部放尸了 上供下侍 没有利用 那在学院当中平时也是贫穷的 当时我都比较感动 我说没事 我们马上护平 我可以结局 我就这样讲 但作为一个堪布要护平的话 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哎 怎么可怜呢 也可能有这样 但真正从修行的角度来讲 他也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我们不好说 但从现在的状况来讲 将近十几年了 在十几年的生活也是生活很平淡的 然后自己有什么财物呢 上供下侍 对佛法的这种闻思和精进非常有兴趣的 像这样度过自己的人生 但这也不是短暂的 刚开始来的时候都是两三天 几个月当中 什么不吃不喝 这一点很多人做的 一两年都是很多人能做得到 但是修行持持遗恨要 长期自己的生活不太重视 然后对法很有兴趣 最后在山谷里面圆满的话 这是很困难的 以前《修行门费》里面讲了 盖登派的这些修行人 人越来越老的时候 他的主处越来越高 最后善定上修行的 然后一般修行不好的人 人越来越老的时候 越来越接近城市 最后在城市里圆寂 城市里圆寂的修行人不是好的修行人 我们以前也是讲过这方面的道理 所以他这里也并不是说 所谓的贫穷人是非常好 但有时候自己也是 因缘具足的时候也可以享用 但总的来讲 财产对人的束缚是相当大的 这样一来 自己的修行也经常不会成功的 所以我们听到成行观修 或者修持圆满这四种法 但真身自始至终圆满四种法的人 非常少 要圆满这四法 非常重要的 暂时可能也有一些 尤其是刚开始 刚出家的时候 有这种信念 但长期这样很困难的 大家应该要需求这些高僧大德们的事情 下面高级毕多 引用无比 积举权威的人 如《我如伦王》是同志四大部族的金龙王 以前《我如伦王》实际上他也叫做顶僧王 因为他是所众国王的图顶当中将生的 他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营地的专世 当时的第十天是迦世佛 释迦牟尼佛当《我如王》 《我如王》通知四大部族的金龙王 并且能驻扎三十三天 与第十天同一族 能战胜阿絮罗 但是最终他也是堕落于地上 与一切与一秒为满足当中释取这个公案 释迦牟尼佛广传里面是有 一般释迦牟尼佛从《白莲花》的传记当中 好多都是非常精彩的 断除贪欲 他从小的时候都是对贪欲断除 但是我原来翻译的时候 只有这个公案觉得有点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以前在印第的时候 一直贪得无言 后来已经死了 好像我们给别人讲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一样 但后来我自己在想 这个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释迦牟尼佛在印第的时候 也是当凡夫的时候 跟我们凡夫人一样的 还是有一种贪得无言的这种经历 但是这一点也说明了对玉妙的严重过患 所以即使释迦牟尼佛在印第的时候 他也是以玉妙诱惑过 主要可能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不然其他的很多公案全部是讲那个功德了 但是只有这个公案的话 去年《诗尊》专辑翻译的时候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主要是说明这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我是这样想的 那么这个光的那个道理的话 就是如达成论 就是说宋盘哲达成论当中 有他的这个详细的故事 就是有他的详细的故事 他最后就是落到地上而死的 就是以贪得无言当中而死的 那么如今我们所见到的国王教主 以及尊者身边的眷属 地方的官员当所有的具权势地位的人也是是 无疑是横上不变的 就是没有一个横上不变的 不管是上次总统啊 下次一般的这个乞丐以上的话 就都有一些不同的地位 但是这些地位啊 权势啊 就都没有一个很长的 就是都是在一个朝代当中的 一些国家的各种权势上面的变化呢 就是也可以聪明就是这一点 可以见到就是去年给别人判刑的这个官员 今年呢就是确成了这个阶下修认的这个现象 也是只有的就是他这个就去年呢 正在给别人判刑的就是有些 比如说法官啊或者是这个公安人员啊 这样的话呢 下一个月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住在这个监狱当中 原来我们在读那个甘子师范的时候呢 就是当时甘子县正在搞这个联打活动 然后干联打活动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公安就整天都是大人非常厉害 就是他天天都是大人 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他的旁边的这些人呢 就是把他抓起来了 那个他自己都是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 就是他今天呢就是抓别人 就是抓别人当中也是他特别厉害的一个人 然后过了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是听说他的好多那个 他的那个同事呢就是抓他的时候都是有点就是不好意思 但也是是上面的制定就是没有办法就是 然后呢在无意当中就把他抓起来了 抓起来的时候你们这么为了抓我 我们就是不是抓人的 然后都没办法就是上面说是这是上面的规定 实在没办法抱歉抱歉就是 然后就是开始把他困起来了 所以无常就是这样的 无常的地位有何用呢 所以我们应当诚心修持获得无有碎白 然后人天应供圆满正等觉的过位的正法 就是我们在座的呢就是唯一一心意吸出这个正法的话呢 他没有什么损失的没有什么碎白的就是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 然后情愿也是无常的 从前嘎达亚尊者去化缘了 看到一个施主怀里呢就是抱着那个儿子 然后兼兼一味地吃着这个鱼肉 一般可能是个对印度人就是河边的话呢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坑那个鱼肉 并且用尸图打呢就是正在坑骨头的这个木鸽就是那个施主呢就是开始打那个 尊者呢以生动观察发现这条鱼呢就是实际上是施主这个父亲的钻石 然后呢那条鲁骨的话呢就是他母亲的钻石 前世那个杀害自己的缘处呢就是转生于他刚才那个抱着的这个儿子就是 然后呢就是偿还书宰 然后观察之后尊者说了这样一个偈颂 他说是那个口舌妇辱大寂寞怀宝杀几知远处 妻子坑舌丈夫过轮回执法称稀有 就是他就寄送了这样一个教言 其实这个教言的话呢就是主要处置于《毗奈与经》当中 这个《毗奈与经》里面呢就是也宣讲了他的这个光的那个故事 所以我们那个很多众生刚才你也知道吧 他前世呢就是他这个父母呢分别变成了他家的这个母狗 还有呢就是变成这个鱼 因为他的这个前世的这种因缘呢已经落到这个他的这个树里 然后他的这个远处呢就是已经变成他的儿子 然后整个这个情节的话呢就是非常那个奇怪的 就是他自己把原地呢就是抱着就是 就是然后呢就是用师徒来就是开始打自己的母亲 其实他的这个母亲的话呢就是也是原来的这个母狗 就是他呢就是吃自己丈夫的这个肉就是 然后这样的这个轮回法呢就是看来就非常稀有的 所以我们今生当中呢就是对关系就特别特别密切 而造的恶业的话呢就是将来呢就是互相变成怨处 互相吃就是也有这种仇怨就是会结伤的 那么即生当中我对你非常不好就是经常有一些怨恨的话呢 他就反而就是转生到自己的这个亲友就是有这样的轮回法 可见此生许多人呢虽然成为自己的主要丑人 但后来呢就是也是变成朋友 互相交情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尤其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前世和世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也是非常诚深的教言 我们经常就是很多人来说是哎 我的夫妻 我的孟威卿 然后呢就是对他们就是当然一般来讲 是对这个世间的余人来讲是一点执着没有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执着的就是特别这个强的就是 这样的话呢就是将来就变成自己的这个仇恨的敌人 就吃自己的肉的这种人呢也很难说的 然后今生当中呢有些人对自己的关系不好的人呢 就恨之如果就是一直想那个真的要用一个刀呢 就是穿破他的肚子里面的话呢就是无所谓 真的就是能心甘情愿地有这样的这种仇恨之心 但这个呢就是很有可能 以前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就变成这样的 所以我们对一般这个世间人们的所有的情愿呢 也是是不定的也不能特别地执着 完全能断掉的话呢 当然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是很困难的 但是呢比如说你这个门呢就是敲了 敲完了以后呢就是东西丢了的话呢 这也是一种地缘 就是说明就是你自己以前当什么时候呢 就是透过别人的东西啊 然后就是肯定这个因缘犯来的 然后你对某某人非常贪执的话呢 这也是以前的一些仇恨就是带来的 所以你对这个不管是嗔恨的念头 贪心的念头呢不能特别强烈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修行人 真的那个所谓的修行人呢 如果在这方面一点都做不到的话呢 那不叫修行人跟世间人就是没有什么差别 有些人呢在学院里面就是带了一年两两的话呢 就是心的相续就是有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真的有非常大的改变 有些人的话呢真的那个改变一定也是不大的 就是本来有很多的公案就是但是算了不说 虽然是父母兄弟有些却微薄的一些差差俗用 而形成嗔恨导致最后互相残害 虽然有些家人和亲戚 但也是与暂时的一些琐事成为仇敌 甚至互相残杀 也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家里啊 在我们所见所闻当中经常发现 有一些为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的话呢 自己这个家人也是变成什么样 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一切缘情都是无常的应当凡夫思维 以大慈大悲来爱护所有的众生 这就是我们佛教真正的意义所在 下面苦乐也是无常的 刚才那个情缘是无常的 苦乐也是无常的 地狱也是无常的 确实这里用了很多的比喻 苦乐也是无常的 许多人上半生富裕快乐 下半生穷苦了达 有些人上半生是痛苦 下半生也是幸福快乐的 还有许多人上半生是欺为欺恶 下半生变成国王等等 这种显现也非常多 那么这些无常的表现 在米拉日巴的传记当中也有这样的 米拉日巴的伯父在上午的时候迎娶喜酿 然后大拜演习 下午到他房屋痛苦 爱好 白山的亲戚也是无法想象的 上午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快乐的 但到了下午的时候 当时房子倒塌 死了多少人啊 三十五个是吧 下面好像米拉日巴苦行里面也有吧 刚好你们办的宿母啊 我的那个心目当中的话 没过什么到时 可事无常的想法 因为当时他们上午和白天的时候 如何如何 最后一瞬间的时候 本来他们说 救摇摇美国是最迹象的日子 最迹象的数目 恐怖分子主要瞄准这个 然后把救摇摇当作最后是他们最悲惨的一个数目 以这个目的来开始打的 所以当时死了三十五个人 耶稣母不是非常多的 还可以 你们房子要住一不上的话 倒塌不好 有些人为了求正法所作的苦行 虽然暂时感受了许多痛苦 最终获得无上圆满的安乐 就像往昔出世的祝福 以及米拉日巴尊者等前辈那样 有些虽然以造恶业的方式来积累收拥 获得了暂时的快乐 但是最终也是感受无边的痛苦 就像以前霓虹那个国家 最初的时候是讲 因为他们造了很多的恶业 最初的时候他降下粮食的鱼 接着又降下七天的衣服鱼 后来又降下了七天的暴雨 所以当时现在我们有些人造恶业的时候 觉得他的声音好 或者各方面迹象的时候 认为是因果好像有点错乱了 但并不是这样 暂时的话可能对你的福报会显现的 但是来时或者下半时的时候 你的恶业一定会显现的 你不要认为是 现在我造的业越来越多 原来我们一个老乡他说 撒业还是打业更方便 所以每天都是很吉祥的 声音也搞得很好 他一直打业 后来他在晚点的时候 他自己也感觉 原来他这种灵国间接是错乱的 所以我们有些人也是不要想造恶业的过程当中 现在我可能越来越造恶业的话 应该是各方面非常吉祥 不应该这样认为的 最后讲了脱业 所有的人全部埋在于地里面 然后死后也是转生到恶趣当中 因此说苦乐也是无常的 不要患得患失对于失神的世间的一切幸福受用 如图一般舍戒 而自尊观修 追顺诸佛千百求法苦行 尽力尽尽 人受痛苦的足迹 应该我们要追顺这样的足迹 尤其是在求法当中稍微一点痛苦 僵刻的时间稍微长了五万钟 然后没有吃饭 路上有点不好坐 这些方面不是什么大的痛苦 应该追顺 散乱的时间都是有的 早上从八点到九点 十点 十一 十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很多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都是 让你散乱的时间那么多 还不足够啊 让我们课堂上稍微长了一点 或者是这方面觉得我们吸气有时候确实是非常可怕 如果我们从八点一直讲到十二点钟 然后修行部分中一直讲到六点钟的话 那可能受不了 但是其实真正佛法的 从珍贵和人生难得的角度来讲 应该从八点钟一直讲到下午六点钟 很有必要的 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 我感觉您在讲到十二点钟 这些人将会发现了我 在十二点钟 我感觉您在这方面 在十二点钟 在十二点钟 我感觉您在十二点钟 在十二点钟 里面的重点 我感觉您如何感觉